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年知放翁 也信美人中作土 不堪幽梦 太匆匆 垂暮之年的她 充满对前妻的思念和愧疚 两人本有一段美好的姻缘 夫妻恩爱 康丽情深 本来儿子儿媳感情好 作为父母应该是开心的 但陆游母亲却因为儿子和儿媳感情好 生出一种自己被抛弃的感觉 随着时间流逝 冷落感不消反增 最终由肚生恨和儿媳产生了婆媳矛盾 让儿子迫于母亲压力 最终和妻子劳艳纷飞 由此可见 婆媳矛盾导致的婚姻破裂 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 可是 为什么会有一部分母亲 见不得儿子儿媳感情好呢 其实 原因很简单 这一部分婆婆就和陆游母亲一样 把儿媳当成了她和儿子之间横刀夺爱之人 当家才知柴米贵 养儿方知父母恩 业育一个生命何其辛苦 每一个妈妈从怀胎十月到最后孩子长大成人 付出的心血不计其数 也不是旁人能一一感同身受的 虽然我们都说 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在儿女长大成人 尤其是结婚成家之后 体面的退出 让儿女自己左右自己的人生 但养育儿女过程中 母亲和儿女已经形成了深厚的情感依恋 而这种情感还带有占有欲 对于一部分婆婆来说 这种占有欲体现在儿子的爱只能给予我 所以 当儿媳妇出现后 婆婆发现儿子对自己的爱减少了 更多给了半途进这个家门的女人 婆婆心中难免会难受 不能自我调节 最终就会对儿媳产生敌意 婆媳矛盾就出现了 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有些儿媳妇 即使很孝顺 实大体 还是不被婆婆喜欢 婆心矛盾频发的主要原因 李璐和前夫赵刚本是一对恩爱夫妻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两人郎才女貌 门当互对 又是两情相悦 谁能想到这样一段完美的婚姻 最后还是会走到尽头 一段婚姻最可悲的结束 莫过于彼此感情还在 但不得不分开 寡母婆婆有意识地采用 欲情故纵 成功介入了儿子儿媳的两人世界 李璐和赵刚经朋友介绍认识 两人一见钟情 恋爱时间感情非常好 虽然李璐父母知道 准女婿的家庭情况后 有过阻挠和担忧 但女儿坚持 最终这段恋情 还是继续了下去 而事实上 李璐也是知道 父母的担忧 不无道理 她其实并非恋爱脑 主要是恋爱期间 准婆婆表现良好 对这个未来儿媳妇 态度和蔼 热情有加 平常相处更是让李璐 感觉到了婆婆早年丧夫 含辛茹苦带大孩子的坚韧和善良 双方情投意合 家人也同意 很快两人就结婚了 当初婚房买在和婆家同一个小区 主意还是李璐出的 不知道她后来遇上了婆媳矛盾 有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 她本来想着离婆婆近一点 万一有点什么事情方便照顾 但也因为距离太近 虽说 所两口单独住 但婆婆除了没有住在一起 几乎每天都会过来 其实婆婆过来 李璐也不反感 毕竟她是自己老公的母亲 大家是一家人 但她很快发现 自己老公的情绪 完全受婆婆的言行而影响 一开始婆婆过来做点什么 待到几点离去 都有规律可循 但一段时间之后 婆婆过来的时间少了 即使来了也情绪不宁 还死活不肯说是为了什么 问多了就会委委屈屈的问儿子 是不是现在觉得妈妈烦了 次数一多 赵刚整个人都要抓狂了 开始后悔 当初自己为啥要搬出来单位这个事情 李璐知道自己老公和婆婆感情深厚 照目前的相处情况来看 婆婆对自己还算亲厚 相处融洽 当初自己坚持要单独的婚房 就是为了避免婆媳问题 既然这个问题目前看来不存在 那为了老公的情绪考虑 同个屋檐下居住 也没啥不行的 人多还热闹 不是吗 于是她主动提出 索性就让婆婆搬过来一起住 家里房子空着或者租掉 都随婆婆自己的心意 赵刚当时高兴坏了 李璐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得体的事情 但婆婆刚搬过来的这一天 眼神和表情都透露出目的得逞 这让李璐很迷惑 但她以为自己多想了 不过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没想错 婚姻生活不是风花雪月 更多是茶米油盐 酱醋茶 李璐发现 婆婆和以前不一样了 自己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 都会被婆婆取解意思 然后去和儿子告状 比如 自己每周换一次床单 婆婆表面说儿媳好 背地里说儿媳嫌弃她不干净 比如身体原因 儿媳有时候会特意给婆婆做一点清淡的饮食 婆婆表面说儿媳对老人好 背地却说儿媳不舍得给她花钱 诸如此类 表面一套 背面一套的事情 婆婆做了很多 李璐也遭了丈夫不少埋怨 虽然 两人把事情说开后 赵刚也知道 自己妻子其实没错 但只要自己妈妈一哭诉 她就忍不住要去埋怨妻子 李璐是做也不对 不做也不对 如果说这些都能隐忍的话 最离谱的是婆婆 见不得儿子和儿媳感情好 一般感情好的夫妻 日常生活中 在家里举止轻易一点 很正常 彼此心疼对方 然后帮着一起做事情 更是正常 但李璐婆婆见不得这些 她每次一看到儿子和儿媳感情好 说说笑笑 她就会生气 然后故意做一点事情 让儿子知道自己不高兴了 对自己母亲感情深厚的儿子 就会立马丢下妻子 转而去哄自己的母亲 这种事情 偶尔一两次没问题 次数一多 让李璐觉得 这个家整体开心与否的钥匙 就变成了婆婆 只有婆婆心情好 家里气氛才会好 不然自己在家里笑一笑 都是不孝顺 她回到家和丈夫客客气气 最好是连话都不要说 然后看着婆婆和儿子说说笑笑 这样 自己才能换来婆婆一个笑脸 李璐觉得这样的生活糟糕透了 更关键的是 自己老公不以为然 让她不要和长辈计较 我们都知道 负面情绪会让你的生活一团糟 很快 让积压的情绪爆发的事情来了 李璐生日 赵刚买了蛋糕和礼物 并且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好菜 李璐回来见到 高兴坏了 虽然婆婆一个劲唠叨 说儿子都没对自己这么好 但因为这个惊喜 李璐并没有往心里去 还一个劲捧着婆婆说话 说婆婆教育好 但婆婆还是接受不了 在吃饭的时候 就因为赵刚先给自己老婆夹菜 直接就摔了筷子 并且嘴里不干不净 说话很难听 还扯上了李璐父母 长久以来的隐忍 这一刻忽然爆发了 李璐直接就掀了桌子 和婆婆大吵一架 婆婆自然是吵不过儿媳妇 她转身就让儿子离婚 赵刚知道前因后果 她心知肚明 自己母亲不对在先 但为了安抚母亲 还是提出了离婚 李璐爽快答应 很快就办妥了离婚手续 婆婆这个时候 才像是刚刚反应过来一样 怎么儿子儿媳妇 说离婚就真的离婚了呢 她后悔了 开始道歉 但为时已晚 有些事情 即使能原谅 能释怀 但阴影会一直存在 李璐忘不了和婆婆一起住以后 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如果说赵刚母亲一开始只是后悔 但儿子离婚后死活不肯再婚 让她惶恐了 她开始给李璐打电话说 儿媳妇啊 我和你道歉 然后也搬出去 你回来 和我儿子好好过日子吧 李璐心中不是不感慨 但也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和赵刚回不去了 因为 即使婆婆以后 不会顾态复发 婆婆此次的退让 会永远成为扎在两人感情中的一根刺 儿子会更加觉得 自己亏欠了母亲 李璐努力压住哽咽 冷冷地说 不了 阿姨 我就不妨碍你们相亲相爱了 一段本来可以美满的婚姻 走到如今 其实很让人唏嘘 李璐的婆婆 其实谈不上什么恶婆婆 却还是导致了 儿子儿媳婚姻破裂 说到底 还是她对儿子的占有欲导致的 如果她不能真正明白 何谓父母和子女之间最好的关系 如若以后儿子再娶 结果 可能还是一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